本周三,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美国将在周四要求联合国重新对伊朗实施制裁。 在此之前,美国未能延长对伊朗的武器禁运,因此特朗普的这一举动也被视为晚尊之举。 特朗普表示,蓬佩奥将在联合国会议上提出美国重新实施制裁的要求。 他还指责伊朗不遵守2015年的伊核协议。 他认为对伊朗的制裁会使伊朗经济陷入瘫痪。 特朗普说,当我赢得大选后,在第一个月内,伊朗就会来求我们。 这一理由也很令人无语,因为美国自己已经在前两年退出了伊核协议,哪来的资格对伊朗提出要求呢? 在上周美国提出要延长对伊朗的武器禁运制裁时,只得到了一票赞成,两个国家投了反对票,还有其他11个国家弃权。 因此周四的投票依然有很大可能不能让美国满意。 与武器禁运一样,包括美国盟友、英国和法国在内的其他安理会成员,均强烈反对重新对伊朗实施制裁。 联合国安理会其他成员表示,美国既然已经退出了伊核协议,那么在伊朗核问题上不再有发言权。 相应的,这也不能成为重新制裁伊朗的理由。 但特朗普政府则认为,美国作为协议的原始参与者和认可伊核协议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仍然对伊朗协议有着发言权。 事实上,能否重新实施对伊朗的制裁这件事,在美国国内的争议也很大。 美国负责伊核协议谈判的主要官员,温迪·谢尔曼说,我们从来没有想到,一个退出协议的人会有资格再对伊朗指手画脚。 就连美国的对伊英派也不认同这一点。 著名的战争贩子,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表示,美国退出伊核协议后自然就不再有发言权。 伊朗外长扎里夫罕见地在推特上表扬了博尔顿,他写道,至少博尔顿是知情合一的,而这正是本届美国政府明显缺乏的特质。 是否会有其他安理会成员支持美国的举动,复合美国延长制裁伊朗的决议,到现在依然是一个未知数。 一些联合国专家认为,其他国家很可能会无视美国,让特朗普政府陷入自娱自乐的境地,不得不自己修订延长制裁伊朗的协议。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前几天结下了数艘伊朗运输石油的邮轮,并且毫无理由地宣布将船上100多万桶石油全部没收。 在联系之前发生的事情,可以看出美国在伊朗的利益之一就是石油,频繁的挑动事端也是维护它的石油霸权。 从美国肆意拦截伊朗的邮轮和扬言伊朗违反伊核协议的举动来看,现在美国几乎连自由、人权等等遮羞布都不要了,国际法在美国那里或许只是一纸空文。